真言第十五章 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智慧人的蛇,善发知识 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 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 恶人善人,他都见察 温良的蛇,是生命术 乖谬的嘴,使人心碎 愚望人,藐视父亲的管教 领受责备的,得着见识 一人家中多有财宝 恶人得利,反受扰害 智慧人的嘴,波扬知识 愚昧人的心,并不如此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赠悟 政治人祈祷,为他所喜悦 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赠悟 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 舍弃正路的,必受言行 恨无责备的,必至死亡 阴间和灭亡尚在耶和华眼前 何况世人的心呢 泻满人不爱受责备 他也不就近智慧人 心中喜乐,面带笑容 心里忧愁,灵被损伤 聪明人心求知识 愚昧人,口吃愚昧 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 心中欢畅的,长相风言 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 强如多有财宝,凡乱不安 吃素菜,彼此相爱 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 暴怒的人,挑起争端 忍怒的人,窒息纷争 懒惰人的道,像荆棘的篱笆 正直人的路,是平坦的大道 智慧子使父亲喜乐 愚昧人藐视母亲 无知的人,以愚妄为乐 聪明的人,按正直而行 不先商议,所谋无效 谋事众多,所谋乃成 口善应对,自觉喜乐 化合其时,何等美好 智慧人从生命的道上升 使他远离在下的阴间 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 却要立定寡妇的地界 恶谋为耶和华所憎恶 良言乃为纯净 贪恶财力的,扰害几家 恨无贿赂的,必得存活 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 恶人的口,吐出恶言 耶和华愿远离恶人 却听义人的祷告 言有光,使心喜乐 好信息,使骨滋润 听从生命责备的 必尝在智慧人中 弃绝管教的 轻看自己的生命 听从责备的 却得智慧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训会 尊荣以前 必有千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